來關心最新消息 新北市新莊一名無姓男子在晚間 因為和妻子有感情的財務 還有糾紛竟然是持刀到妻子工作的燒烤店 找前妻來理論後爆發了衝突 直接拿刀子砍殺了對方 就連妻子的男同事出面來阻止 都被這名男子下手砍殺 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送醫之後不治 無姓男子行凶造成了一死一傷之後 立刻是騎著機車逃逸了 但是案發才短短三個小時 就被警方棄不斷 二十九號傍晚五點左右 新北市新莊中和街上這間燒烤店 一名無姓男子持刀走進店裡 他因為懷疑在店裡工作的妻子 正姓女子和燒烤店的同事 曾姓男子雙方有親密往來 所以拿到前來質問 雙方爆發衝突 妻子正姓女子當場被砍傷 出面阻擋的同事 曾姓男子更慘 被砍傷腹部流血過多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就聽到醫生說救命 然後人就被砍了 然後胸 胸手就走了 就跑掉了 怎麼走的 騎車走 他是拿鋸子 然後很長 對 很鋸子 然後就走出來 然後他說 他就嗆他們說他會再來 被砍傷的曾姓男子 宋醫後還是宣告不治 和他一起被砍傷的正姓女子 則是全身多處刀傷在醫院救治 行凶的莽夫 吳姓男子犯案逃逸 但短短三個小時就被警方棄捕到案 原因大概就是懷疑說 妻子與人有染 那加上說他跟妻子之間有金錢上的糾紛 警方透過監視器畫面 在新北市泰山區逮到無姓男子 而他最後也被依殺人 傷害等罪嫌 移送偵辦 華新聞警示羅大偉 新北報導